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季赛满旁的 独眼龙兽 我是你们宝宝 我是Ezandra 我是你们师父Simon 那今天呢 我们的话题呢 就是要讲到 诶 很多人就会问我 诶 我是Ezandra 你们是修行人 你们应该不会很常发脾气吧 应该不会有烦恼吧 对不对 Simon师父 应该很多咯 那三星来我们庙的手啊 或者是来拜访我们的手 师父 你一定是没有烦恼的 对不对 你们都是很像 做这些修行啊之类的 你们没有烦恼的 对不对 或者是甚至有人说 可能诶 今天有一个东西打碎了 然后我会讲 哦 细细平安 或者是我今天受伤了 我讲哦 好歹我没有车祸 这样子 所以我这个 有这种心态啊 有这种乐观的心态 然后把所有的烦恼 转去这个正能量的时候呢 就很多 我们的Instagram啊 或者我们三星啊 或者我们粉丝观众朋友们 就会讲 哇 老师 你的这个 整个心态很好哦 如果我有你的一般的心态就好了 那今天呢 我们就要来讲强调这个东西 那我们往往啊 在生活上是有很多烦恼 他们是不是有烦恼吗 每天都有烦恼 对啊 所以呢 其实修行人 很多人可能 对一些和尚啊之类 他们也是有这样的看法 就讲 哎呀 你们是和尚吗 你们是出家人吗 你们是已经是圣人啊 这样子 你们不会有烦恼的 对不对 对 很多人这样子想啊 这是一个误解 全部人都有烦恼的 那你修了佛法 不是说你没有痛苦 因为很多人会误解讲 哎 我修了佛法啊 我就没有痛苦了 对不对 那其实佛法讲的没有痛苦呢 就是你把这个痛苦转换成了一个智慧 对对不对 因为其实呢 智慧的原因就是一个烦恼啊 对不对 那如果你没有遇到这个烦恼 你怎样会去思考 那你没有去思考的话 你怎样会知道你有这样子 这样子的情绪怎样关职在 对对不对 那如果你没有这些烦恼的话 你怎样去有一个方案去解决 对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这些呢就是一个智慧的来源 所以我们佛法有很多人就讲啊 哎 你应该是觉得佛法不会有压力啦 不会有烦恼啦 不会有这个那个这个那个啦 你们很像看起来每天都佛光普照啦 其实呢 修行人呢 是更加多的烦恼的 真的 是不是 因为上天啊 神明啊 宇宙会给你很多这些烦恼 来去累积你的智慧 所以 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们有烦恼 就是在智慧的道路上啦 耶 快走 所以的话呢 你们不要去怕烦恼 因为很多人 就是很怕这个烦恼的到来 对不对 对 所以很多啊 很像三星来找你的时候 是不是会问什么烦恼 他会讲 哎 师傅你都是修行人呢 对 你应该不用烦吃饭 你不用烦 这样 天象掉下来 就是 天象掉钱下来 怎么可能呢 没有全力下上其之乡这样 怎么可能 或者 或者叫一下生命的名 然后就有钱来 对 很多人就这样子有呀 哦 你们修行是这样子咯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他们很多人啊 就比如说去庙啊之类的 他们会 你们有听过一句话 就是讲什么 三块钱要相取一百万的愿 对啊 这个东西咧就是讲什么 然后呢 他有一个班长就是讲 如果他没有拿到那个一百万的愿 他就骂那个神明 没有保佑到他的财 对啊 对不对 你看啊 这些上司他们会看 哦我每天佛光火照啊 传佛法之类的 但是他没有想到我每天烦什么呢 我的庙要还租金啊 对啊 我的庙要还电费啊 水费啊 我的金银子要报名法会的要还钱啊 然后还要顾所有人的法会啊 还要回答各位啊 还要拍影片啊 时间不够用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烦恼 那观众朋友们一定是也是有这种吧 比如说金钱咯 吃饭咯 没有钱吃饭咯 或者是 我的人缘不好咯 或者是感情方面情侣 我的男朋友不爱我咯 不然就是那种很像婚姻啊 亲子关系 哎呀我的家人又每天本来 我来讲家和万事兴 但是我家和不和没有万事兴 对 万事都不行 这样子 所以很多很多这种烦恼的咧 或者是公司啊 公司 哎呀我领导又骂我了咯 我解决不了这个方案的问题 哎呀我的同事又抢完所有的功劳 哎呀我的同事在背后插刀 哎呀我的同事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在背后做小人 对 或者是去破坏你的名誉 这些是不是烦恼 那通常呢往往我们遇到烦恼的时候 我们会第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是不是会想 哎 为什么这样烦恼烦死了 是不是先负能量 对 对不对 多数人啊差不多有 100%里面差不多有80个人 80%的人都是先烦恼的 就是先烦恼然后先压力的 去负能量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会讲哎 烦死了又遇到这种人 烦死了又这个又那个 就开始抱怨了对不对 对 啊你一开始抱怨什么 你一开始抱怨的时候呢 你的负能量就越来越加 越来越加 越来越加 就更多的负能量 然后就引来更多的负能量来 那通常呢 为什么佛法会跟你说 哎我们修行人是没有痛苦的 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烦恼是等于痛苦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想一个办法 怎样去放下这个痛苦 而去学习怎么样去解决这个烦恼 成而变成一个正能量的东西 这个就叫做正能量的转换 就是从负能量转去正能量 这样子 那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去保持你每一天的能量都满满 每一天都佛光鼓照 那有时候啊 可能有一些烦恼是需要很长时间 比如说我们修行的时候 有一个卡点啊 就那种卡点啊 你又卡在那边几个月 就是不会过这个考验的 有时候就是这样子 诶 我不懂什么我想不通 我想不通 我想不通 永远就是一直想不通这个问题 然后几个月回来了 还是想不通 那可能有的时候啊 你想不通的时候啊 可能你要画那个角度 诶 为什么你想不通呢 对不对 你想不通呢 就代表了你有在撞墙 所以当有一个墙 你一直在撞 一直在撞 一直在撞 你撞到来 你是头破血流啊 你还是一样烦恼 你还是负能量 对不对 这个话呢要转换一个想法 就是讲 当今天 OK 比如说 你今天 可能踢到脚啊 流血 啊你可以讲 哦 有些人会怎样讲呢 哎 我脚又流血咯 一定是血光之灾咯 一定是什么什么咯 一定我又做出什么事了咯 这么神明要惩罚我咯 这么这样子咧 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发生咯 一定是有人诅咒我咯 对 你这样子是不是越来越负能量 而且你是不是又在诅咒自己 对 对不对 本来不会发生 然后你在诅咒自己有血光之灾 那如果今天你踢到脚啊 流血的时候 你就想 哎呀我今天踢到脚流血 一定是挡了大的灾难 我没有车祸 这样子是不是更好 是 这个一个转换的时候啊 你的能量就可以保持在那边 第二呢你没有这样烦恼 你没有这样压力大 而且呢第三呢你可以转回智慧 哎今天我踢到脚流血 下一次我不要这样做这样蠢的事情 我不要再做这样一样的笨蛋的事情 去踢到我的脚 可能那边有东西 然后我就在那边踢 或者是我玩手机 对不对 我玩手机 一边玩一边走路就踢到 所以下次就不要 那个是不是 精一世长一世 所以啊我们的这个整个宇宙啊 当我们有这些精一世长一世 就是讲这个经验的积累 那你有经验了咧 你就不会再犯一样的错嘛 这个就是智慧嘛 那烦恼的后面就是智慧 所以你要有智慧 很多人讲啊老师我修行 我想要有智慧 我要修智慧 我想要遇到正见 我想要知道佛法到底是怎么样的 到底我要怎样去修我的智慧啊 智慧就是来自于烦恼 这个呢很现实 但是呢佛法就是这样子 智慧来自于烦恼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不能量 你没有这个烦恼的话 你怎么可能会去想到你的这些情绪 你的这些解决的方案啊 对不对 所以啊有时候啊在你 OK 比如说今天你发了一个脾气的时候 你有烦恼来的时候 你面对烦恼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看到自己的情绪 你今天遇到这个烦恼的时候 你是发脾气的什么 因为呢其实呢 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烦恼 就是一个缘分 为什么叫一个缘分呢 因为这个缘分 可以让你看见你自己的心里面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比如说可能你自己心里面你盖住啊之类 但是有一个缘分 本来你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啊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那宇宙呢就会给你一个小小的烦恼 小小的挫折 然后呢给你发现到这个缘分 原来可以让到你 发这么大的脾气 这个就是一个缘 OK 所以那个东西本身 那个烦恼本身呢 其实是一个功德圆满的 什么东西呢 就是讲一个功德 如果你的这个缘分 你做好不是功德咯 你这个缘分你没有做好不是因果咯 那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宇宙神明的考验咯 对不对 那你已经知道了嘛 你已经知道这些烦恼就是给你修你的智慧 这些就是一个考验 那你还去踩这个雷 你还去做这种 骂骂骂的事情啊 又做这种负能量啊 又去诅咒自己啊 这样子你是不是在跟神明宇宙做对 那你是不是只会引来越来越多的烦恼 对不对 这不是我问你一下哦 你有没有遇过那种事情啊 就比如说今天你遇到烦恼 然后你一开始负能量的时候 你就永远一直负能量下去 你有没有遇过这样子的情况之前 有 是怎么样的 有时候早上起来然后你觉得 可能刚好你睡臭便 然后轮到你的背啊 对 不舒服 然后你起来的时候 然后你第一件事可能就剃到脚 对吗 对 刚下床然后要走去刷一个牙 刚好剃到你的最小的脚趾 好够哦 去找八爪这样 对 然后你就在那边很负能量 因为你没有睡好了嘛 对 然后你剃到了东西 刷了牙下去 等下你要做什么 在楼梯又跌倒都会是 可能在楼梯又剃到东西哦 或者你要去拿一杯水 然后那个水又倒到地板 哎 一起来整天就 负能量 满满 然后 你觉得已经完了啊 对 一坐下来要 要 relax一下 那边椅子都掉了 不是椅子都掉了 是要电话来 或者不然就是人家来 要讨钱 也不然就是电费来还钱 对 就是 一起来负能量 你一负能量 一大堆人来跟你讨钱 对 或者一大堆人要跟你借钱 对不对 对 就是 就等你好像一个 一个楼梯这样 一个借一个 一个借 对 而且我发现到哦 只要你一个人负能量的时候 他会一个借一个 一个借一个啊 而且他会一个比一个严重 一个比一个严重 一直在考验磨练你的耐心 你知道吗 所以大家你们已经知道 这个是一个考验的时候啊 你要快快换掉你的心智 比如说 那今天一定是神明月要考验我 ok 我知道了 我今天又有修智慧的 这些 呃 机会啊之类的 那你跟你讲啊 你们的心态一转的时候啊 这个烦恼直接转去智慧 是不是 所以啊 很多人讲啊 修行人没有烦恼 错 修行人比普通烦人 还要更多更多的烦恼 因为会有很多很多的 这些阻碍啊 很多很多这些魔障啊 很多很多这些 考验啊 只是看你要怎么去面对他罢了 所以呢 就总而言之呢 就是说 烦恼等于 智慧 对 你要讲 烦恼等于智慧 烦恼等于智慧 要拉的一二三 烦恼等于智慧 就是这样子啦 所以呢 大家你们不要去哪 如果有烦恼 尽量的话 能够改变自己的心智 就改变自己的心智 不要很像一直滚雪球这样子 你们懂啊 那个雪啊 就是那种山啊 你的雪球滚 从这样小力啊 滚到下山的时候啊 它会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 然后变成一个很大雪球的 所以呢 你们不要有这样的状态呢 就尽量尽量的 就是不要去让这个雪球越滚越大 就是在它在半中间要掉下来的时候 先给它停着先 然后快快转一个心态 这样子 你们就可以没有这样多烦恼 然后可以修成一个有智慧的人 然后过后呢 你们就可以减轻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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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压力啦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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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今天这个分享可以帮到很多人 对不对 可以的 可以帮到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有烦恼 比如说只有有烦恼来到我们的生活 对 我们每天基本上都是会看到见到跟遇到烦恼 对一定啦 然后这个烦恼大大小小都是烦恼 对嘛 然后你要怎么把这个烦恼去转这个能量 对 让你看得更远 让你能够去欢迎一些 欢迎这种烦恼的能量 对 然后 因为有些人可能遇到这些烦恼 他会怕 对 大大小小的烦恼都怕 对 因为人家一想到烦恼就是不好 对 所以你不要去怕 你要去接受跟这个烦恼做朋友 对 唯一跟他做朋友就是把他的能量转 对 就讲人家 很多人是觉得 烦恼本来是一个负能量的东西 但是它也可以成为一个正能量的东西 只是看你怎么看罢了 对不对 你知道我的朋友 他很厉害 因为他妈妈每次骂他 对 他讲不听 然后又很调皮 他妈妈只要一骂他 他就很烦恼 所以他就怎样把这个转去一个好的东西 他妈妈在唱歌 不是 他就讲 我妈妈今天骂我 我今晚已经是中头奖了 哦 这样子 今晚已经中头奖了 那他也中过 只要他妈妈骂他 他一定中奖了 蛤 对 因为他把这个已经转了 变成他的这个 吸引力把折去了 reality 对 现实 现实 所以他每天希望他妈妈去骂他 因为他觉得他妈妈骂他是一个福报 所以他就可以中奖 他真的有中奖 真的中奖 但是不是讲大奖二奖 有时候会 对啦有中算啦 只要他妈妈一看 因为他难得他妈妈会骂他 对 除非他很滑皮 所以他妈妈一开口有开口 然后一骂我就有 就有讲来 一骂就有财来 妈妈一骂就有财来 所以他没有这个烦恼 所以他看这个东西变成一个福报了 对 所以他变成不愿意 你这样讲 我妈妈骂我很负能量很烦很烦 我会不愿意 所以反而他妈妈骂他 他很开心 YES 幸违有财来了 然后他就给妈妈妈 妈妈妈妈 他去买他真的中奖 所以这个是心态的问题 对 有时候你看东西的时候 不是像你这样的看 因为每个东西我相信 每个东西一定是有一个阴跟阳的 所以他有正能量 他一定有负能量的地方 所以你们能够的话 就尽量把这些烦恼转去 尽量看他正能量的地方 你就很快乐 所以他妈妈一开始骂他 他就很疼他妈妈 他就很感谢他妈妈 就买虚狗 妈咪你骂我多一点 我今晚一定有猜了 他妈妈都讲 神经病 我骂你就有猜了 真的是每一次他骂他就是有猜了 因为这样的事情 很神奇的 所以我有时候很神奇 我以前也是觉得很神奇 然后越来越看越来越可爱了 他们两母子 但是他现在妈妈已经没有在了 突然间 怎么突然间转换能量呢 因为我那时候在跟我朋友的时候 我常常会看到他妈妈 跟他们两母子的感情 那妈妈经常会这样骂他 这样子他把这个能量去转 对 然后现在呢 他妈妈已经走了 然后他要他妈妈骂 没有人骂他了 所以他一定要孝顺 他孝顺 然后当成他把这个烦恼的东西 因为他觉得很烦 但是他把它转去好了 所以他看到一个福报 现在要都没有了 但是他当时他有真心 他有感恩 所以他不会有那种很像 呃 后悔啊 还是什么的那种内疚 这样子的感觉 这样子很好 OK啊 Happy Ending 现在 一整个啊 今天突然间Happy Ending了 谢谢什么师傅分享 然后呢 我们今天的影片也是讲到这里 所以总而言之就是 智慧 烦恼 就是一个阴跟阳 所以大家你们要智慧 有烦恼 烦恼有智慧都是一起的 OK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影片也到这里结束啦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分享 记得帮我订阅 按照不想的在下面留言 你对这个影片的看法 还有你还有想要看到什么主题的话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都会看到哦 还有不要忘记去follow 我们两个的IG 还有杜眼龙秀的官方IG 还有我们的Facebook 因为我们会时常的去拍更多的玄学内容 还有直播互动跟大家互动啊 耶 所以呢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 不要忘记我们 计算满团队的龙手 每天晚上七点 主持发布影片 每天晚上七点 主持发布影片哦 拜拜